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BigSouls and 大千 之前在我的频道里面我跟大家介绍了日本两位交易大神 一个是 BNF,一个是喜思 还有一位假大神叫做古夫夫 今天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位真大神 他的名字叫做TESTA TESTA他从2005年开始玩股票 到现在为止总共玩了16年 他总共赚了40个亿日元 他现在经常在YouTube上出现 也经常在日本的电视台参加一些电视节目 现在他在网上经常做直播 跟网友交流一下他的投资经验 所以他被称为目前在日本 现在活跃在YouTube上最赚钱的投资家 不像BNF还有喜思 现在基本上都不怎么出现了 大千最近也是一直关注他的频道 学习了他的一些投资哲学 对我来说 我是真的感觉到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深深的感觉到能赚40个亿的男人 这肯定有能赚40个亿的理由 那我觉得他的思考方式 他的这个投资哲学 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而不是说呢 只学这个投资手法 那比如说出现双底呢 我们就做多 那出现头肩呢 我们就做空 那出现什么黄金分割 黄金交割 我们也做多 这些呢 都叫做投资手法 那这些呢 他只是投资技术 他解决不了根本上的问题 就像你去追女孩子一样 不是说你去学会了一些追女孩子的技巧 你就肯定能追上他 这肯定存在一些 就根本上的问题 对不对 那大千通过看推斯塔的视频 这些直播 那我就把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 我分享给大家 那首先呢 网友就问他 说你是顺势交易 还是逆势交易 那推斯塔就说呢 他对顺势交易和逆势交易 他没有概念 反而呢 他觉得这个顺势交易 和逆势交易 他这个定义就是存在问题 因为比如说 现在这个走势呢 他处于这个上升状态的 那你顺势交易的话呢 你就会等到他这个回调之后 你再回调这个位置 你再买 这属于顺势交易 是吧 但是呢 你他回调的过程当中 你买入的话 这是不是回调当中 是不是属于下跌的 那你在下跌当中买入呢 你这又算是逆势交易 所以呢 这个顺势交易和逆势交易 他认为 他这个定义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就觉得 什么顺势交易和逆势交易 你都不要去考虑 他其实最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 你不要固定一种交易方式 那尤其是初学者 总是想在这个市场上 找到圣杯 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市场当中呢 他想找一个不变的真理 总是想找到一种 一直都会赚钱的交易手法 Pinsa说这是不可能的 是肯定不会存在的 所以呢 不要把自己固定在什么 顺势交易和逆势交易上面 那他在这里呢 举了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 今年的这个走势呢 他一直都是在上涨 那在这一年里面呢 牛儿给自己制定了一套 交易原则 那正好就是适应 今年这个走势 今年这个形势 所以呢 你就会赚到一大笔钱 但是呢 再换一年呢 你换一年 这个走势一直处于下跌的状态 就比如说你前年 在上升的时候 能给自己规定 在回调百分之多少之后呢 你就买入 那你这一直下跌的话呢 你今年是不是就一直会赔钱了 那有很多做交易的人呢 都刚开始 这个做交易的时候呢 偶尔给自己制定了一套 这个交易手法 正好对称了今年这个走势 那他正好就在这段时间呢 赚了一大笔钱 又上电视又出书的 那五六年之后呢 这很大一批人 是不是都消失了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适应市场的这种变化 就像我之前视频 跟大家介绍的那个古夫夫啊 那这种人是很多的啊 那所以总结一下 就是市场没有什么不变的真理 要努力去适应市场的变化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问你 休息日都在干什么 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那推斯塔说呢 他是一点兴趣爱好都没有 以前还是比较喜欢打游戏的啊 那现在他把所有的兴趣爱好都扔掉了啊 因为他说呢 他的性格呢 是喜欢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如果有别的兴趣爱好的话呢 他就会把对股票的这个经历给分散了 他平时呢 就是早上股市一开盘 就马上要坐到电脑前面 那日本的股市开盘 是早上九点到下午这个三点半 他这段时间是必须要坐在电脑前面进行交易的 十年如一日啊 他对自己的要求呢 是特别特别严格的啊 他说睡懒觉 对他来说就等于死 那其实平时不用去上班人 就是自营业者啊 能够做到这点 至少对我来说啊 至少我觉得啊 这一点我还真的很佩服他啊 还有呢 他给自己做交易呢 也规定了一些原则啊 就是比如说 就不可以无根据的乱交易啊 就他举个例子 就是用感情去交易 就比如说现在 这个价格一直在这样这样晃 好像要要冲破这里的时候 你这种买入就属于乱交易 还有就比如说你这次止损了 然后你就想捞回来 你就这次我输了不行 我要我要捞回来 这种也是这种乱交易啊 他说呢 他如果出现这种交易方式的话呢 他第二天就惩罚自己 就不可以交易 他一直盯着这个电脑屏幕 看一天 他把这个叫做那个打破交易原则的原则 那还有呢 问他就是你平时休息日你都干什么呀 股票结束之后呢 你都干什么呀 他说呢 他基本上一直都在研究股票 因为掌握一种技巧 你一直赚钱 那是不可能的啊 因为股票的价格呢 是跟这个经济情况挂钩的 他说研究这东西是没有终点的 是一辈子都要做的事啊 他自己也说 自己不是那种天才型的投资者 他在上学的时候呢 成绩也是很一般的 干什么呢 都没有这个长性啊 但是呢 他就是很努力的想研究股票 就比如说这次疫情啊 他是 他非常了解现在疫情的情况啊 就比如说东京这个感染者的 这个数量 每天增加多少 每天减少多少 然后这些疫苗 他有哪几种 然后这些疫苗里边 都怎么保存 都含有什么成分 然后各个国家 这个注射的情况 都是怎么样的啊 他都了如指掌 他说像他这种一般人 都能赚到40个亿啊 所有人只要努力都可以做到 那其实他跟大家说的这些啊 就是比如说睡懒觉 这种就死啊 然后每天都必须要研究股票啊 然后不给自己额外的 这个兴趣爱好啊 都只是他严格 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一小部分啊 那肯定还有 他对自己很严格的地方 还没有说出来啊 所以呢 想要靠投资 交易 来赚钱的朋友们啊 如果你们没有做好 要严格要求自己 几乎用自己所有的精力 来研究投资 来研究股票的 这个心理准备的话呢 就想着自己稍微学一套 这个交易系统 就可以轻松赚钱的话呢 那我劝你还是趁早就不要做交易了啊 因为你肯定会成为一颗韭菜 交易的世界里面 肯定是少数人是赚钱的 这是市场的真理 因为只有这样市场才能一直运营下去 那么怎么样成为少数人呢 就是你一定要看到 大多数人都看不到的东西 你一定要做到跟大多数人 做到这个差距 那很多人就纳闷了 那市场不是说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个股票它有价值 大多数人都觉得美元它有价值 黄金有价值 大多数人都买了之后 这价格才会上涨 那怎么还要成为少数人呢 因为无论是股票 还是外汇 还是一些金融衍生品 都是存在庄稼的 都是存在大玩家的 那有很多人就是跟我联系啊 就讨论一些 这个技术分析的东西啊 那那时候我就问一个人 我说你知不知道 在外汇当中 大玩家是什么人 推动价格走势的是什么人 那现在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那你能不能说出来 影响外汇价格中 推动外汇走势的这些大玩家是什么人 那如果你说不出来的话 那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一下了 那最后一个问题 网友问TESA 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学习 我们才能进步呢 那TESA就说 他刚开始做股票的时候呢 那那时候是2005年啊 也市面上没有什么书籍啊 也没有那个推特啊 当时就只有那个 人们写的那个部落格 他当时呢 就是每天就阅读这些人的部落格 然后呢 每天看这个价格的走势 每天研究这个价格的走势 他说他也不知道什么价格的形态啊 比如说也不知道什么头肩啊 还有双底啊 他说他看到这种形状呢 他就自然而然的知道 这个价格可能是上涨 可能是下跌啊 那他也鼓励一些学习交易的人啊 他说最好是自己去学习 那现在学习的资源这么发达啊 这么多啊 比如说YouTube啊 或者是这个推特啊 还有这个有很多人写的这些东西啊 有很多资料的写的都特别好的啊 而且这些东西都可以免费去学习啊 他说你每个月交这个几千块 几万块去跟别人学啊 你莫不如我自己呢 买一套书籍 认真研究一下 每天研究 现在很多那个大爸爸出来 都出来做教学啊 你看那些宣传海报啊 还都得这么拍照啊 你我跟你讲 释放看着 就是出海报 是这么拍照的人啊 你就千万不要理啊 我一看着这种姿势人呢 我脑海里边 马上出现三个字 大爸爸 你点开这些视频 然后上面说 今天是2021年的6月6日 我们来看一下黄金的走四 我就想你连舌头你都捋不直 你还出来做教学啊 能不能先把你这个 用那个电源袋 把你的舌头给捋平了 你再出来骗人呢 当然肯定也存在这种 很多很好的老师啊 但是我认为呢 如果你连自己主动去学习 主动去研究的能力 都没有的话呢 那你再跟再好的老师学习呢 也是没有用的啊 当然大家我呢 也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啊 也没有什么资格 跟大家说怎么样去投资 怎么样去这个学习啊 我呢只是借着这些巨人的肩膀呢 把我所看到的 所想到的就分享给大家啊 那至少我现在觉得呢 我已经脱离的这个初学者的状态啊 那希望那些 经常被割韭菜的那些初学者呢 通过分享的这些内容呢 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会这样 为什么总是会被割韭菜 那自己的努力的方向在哪里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其实BNF还有喜思 还有TESTA 他们都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啊 第一点 他们把交易呢 都当做一种游戏来玩 他们对这个物质的欲望没有很强 第二点 他们为人处事呢 都很冷静 我觉得他们是平时都在训练自己啊 就要用冷静的这个大脑呢 去看待市场 不能把自己的感情带入进去 第三点 平时没有任何的兴趣爱好 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 几乎用自己全部的精力来研究股票 第四点 都是独立学习的 那最后呢 我想用TESTA 他自己的这个座右铭啊 来结束这期视频 就是 意思就是说 大多数人呢 都是想着怎么去赢 但是呢 TESTA他说呢 他想着怎么不让自己输 意思就是说 你要止损呗 意思就是说 保护好自己的资金呗 他说你这样做的话呢 自然而然就会赢了 怎么样朋友们 这跟BNF说的是不是一样 我们只要努力 让自己的损失变小 这样呢 你的资产会自然而然的增长 下个视频再见